字幕 王胜利 你知道之前 我去年生日吧 然後不是FB就會大家去 來說生日快樂嗎 然後突然發現 結果來講生日快樂都是網路上認識的 哈 怎麼會這樣呢 然後系上同學什麼的其實都沒有很在意 沒有啦不過你要換一個想法就是有的時候 像我以前工作的時候 年輕時不懂事 心情不好就會在臉書上面講話對不對 可是後來我發現出現一個問題因為我客戶也有我的眼神 他有一次就直接我就是我講完了以後看不見完他直接下面留言 你知道這有多恐怖嗎 然後突然間覺得有一種被監視的感覺 然後工作的時候也是一樣啊就是我的那個 小主管什麼的就是去那個 晚上玩GTA也要跟他就是跟他一起玩 後來工作一忙起來然後晚上玩遊戲的時候他會 問說你昨天晚上為什麼我玩到那麼晚 我覺得好恐怖喔 你不覺得這壓力很大嗎超嚇人的喔 對啊 因為我不知道 就是我我還沒 我還是學生所以我一直 很無法想像 當 你的 跟你有商業關係的人 沒有沒有沒有那你可以想你的老師 說 喔 對 對啊 老師說你怎麼這麼晚還沒睡 其實就尤其是最近也是啊 就是當那個什麼 比如說影廷這邊的開始 那你也會造成一種壓力 因為不是很不是每一個人都 因為其實這是不對的啦 說老實話 就是你應該要給人家那個空間嗎 空間 對啊你可能你必須要緊守說你到晚上某個時間你就不應該在 我還問人家 你不能看到人家在線就覺得喔你還可以 我還可以跟你講工作的事之類的 對不對 對啊 可是 不是每一個人都會這樣想 對 就是這跟那個 這跟品德有關係 這不是 對 所以 所以有人這樣去煩你 對 當發生的時候 我當下 不爽 但是我就 休養 深呼吸吞吸 嗯 OK 就是 你知道在Line上面或臉書上還是 OK 可是那個時候就是 另外一邊真實的我其實已經在打牆壁 然後 之類的 沒這樣沒這樣 別激動 我還沒有紅到那種程度啊 我沒有這不是紅啊 就是 不是紅不紅的問題 而是有些 其實這件事情 其實越是越是上年紀的人越反而越沒有想到 你知道就是老人家可能越越不是很越不尊重 他們不懂這個新 新的鬼子 小兔仔子 然後 像不是有很多罐老闆 對不對 他們每次都 像柯P就是這種人 晚上Line 還有一種 代表一種情政愛民的那個態度 但是其實這有點糟糕 因為你等於是讓人家沒有沒有休息的時間 哇那我 回家了以後還要一直不斷的 一直不斷發動這件事情 簡直是24小時 我還記得這種事情好像大概只有在當兵有時候才會發生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 晚上那個什麼突然間那個 部隊起床 突然間要那個 對 就是你無時無刻要待命的狀態 事實上我媽做服務業也是這樣的情況 對可是其實是 很糟糕啊 就是這種想法就是 至少以前在念那個什麼在看電影的時候不是常常 國外那邊常常會有一種這種狀態嗎 他的心理醫生他常常去 叫什麼老大靠邊閃他去找他心理醫生有沒有 對啊 然後心理醫生就說這個時候我在休假不准來找我 應該有應該有看過這種劇情啊 對啊 但是就是台灣人沒有這個想法呀 對啊 是的 沒錯沒錯 晚上 就是那種因為台灣 一般秉持著服務業的那種服務精神嘛 對 對 所以就 欸 你起來那東西幫我看一下齁 拜託 搞得 就這樣 於是你就要幫他處理啊 對啊 沒有基本上台灣就是 他覺得你拿他的錢 你就是要 對 拿錢老大啦 對啊 是的 OK OK 好好好 欸 等一下我怕人忘記 我在我 講話講過頭 我在那個 你們那天試騙 嗯 看片中有沒有聽到有人罵人 有我有聽到欸 你是要講多久啊 他在我陣子 我記得 他講了這句話 那是誰啊 對他 他是說 那個 靠杯 你手機到底是要用多久啊 對對對 你怎麼會講多久啊 他在我陣子 我記得 他講了這句話 這是誰啊 對啊 對啊 你說我會記那麼少嗎 為什麼 在你旁邊嗎 對啊然後呢 我們都認識啊 誰 罵人的跟被罵人的都認識啊 有嗎 你有看到是誰在用手機嗎 呃我知道啊 但 這好像已經開始了 那我們就 好 開始了開始了 這個這個私下聊吧 巴掛 你怎麼好巴掛啊 好巴掛喔 這個還蠻明顯的啊 他也不是第一天用手機 也不是第一天看事件 我沒有特別注意這件事情啊 但是 好啦 不過因為 講到這個我一直其實一直都覺得在事片裡面為什麼大家都 因為你平常看電影比較 你很少在電影院看到這種事嘛 對不對 在電影院裡面吼人這件事情不太容易發生啊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對 旁邊的人是陌生人比較不會給人家 對啊 那可能是因為在看事片的時候大家平常都很容易遇到對方吧 所以 到最後已經看熟了 然後就是 成為發 就是 呈現的一種 你不是很跟他很熟但是你也不是不認識他的狀態 我覺得是人耶 就 例如說影展也是會罵人啊 對啊 但是為什麼呢 就是你 平常去看電影你不會 隨隨 不會這麼 不會這麼 衝的叫人家說你 不要這樣子 我是會講但是我會跟他說不好意思可以麻煩不要用手機嗎 所以我就比較惱嘛 我就是 忍耐 而且那時候 他剛罵我的心情很複雜 就是一方面覺得 怎麼打擾我 另外沒有覺得說 好像 有這種人幫大家講話也不錯 好吧 因為我覺得 用手機這件事情 比較 我覺得很難免 你知道嗎 所以我其實是覺得這件事還好 對啊 你知道尤其是像四片這種 四片這種的去看的人 其實不是 他不是為了娛樂去看看電影 很多其實是 可能很多是片場老闆然後幹嘛 他們本身其實是有業務有工作 他們看這個東西是一個工作 對我們去看只是有一半的 像我們這種人看去看一半可能不是那麼多責任 只去爽 那你因為爽的關係然後你去 叫那個工作人不要 我其實覺得也不是很 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 最前一部重要不是去看小的就是 沒有啊 我對每一部那個都很認真 沒有 不是這個意思 我想聊一下那個 範圍柱你寫的關於那個 到底 看電影要不要做功課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啦 到底什麼叫做功課 因為講實在話你說去看那個導演是誰 他過去風格怎麼樣 這其實也是做功課 是 但是我不會刻意的去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是你平 這件事情是你平常就要做的事情 可是不是每個人平常就像我們一樣 對那我的意思是說你也不用特別的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你去看電影的時候 沒有 我現在講這句話其實不是 並不是說研究電影的人 而是你平常是一個把電影當作娛樂的人 你本來就不需要 不然你 因為你一旦這樣子你就把電影的門檻拉得很高 好像非得要 哇那個每天勤學啊然後什麼 才可以看電影 其實我不太認同這個想法 因為我一開始去看電影的時候也不是這樣子的想法 我是真的覺得電影好看 我要先講我的第七點 我的第七點是因為 太容易就是因為有些人 因為某些原因去看了某些電影之後 造成他他根本就沒有 符合那個 就是 有點 就是情緒根本就不對 最簡單 錯誤期待 疫情甚約 很多人都就是 兩種負評嘛 一個就覺得不恐怖 那一個又覺得就是 就還好沒有心梗 可是他們都沒有認真去看 就是其實 他明明就有很深厚很濃厚的宗教背景 那變成說 你完全沒有這個前提之下 那你去看 那你自己不高興就算 你不高興完之後你還要去 靠北靠戶 就是覺得人家都拍很爛啊 然後呢 這個就是爛片啊 這個 這樣就說不過去了 好啦好啦 因為我 好啦 因為我的意思是 因為我的立場 其實是我不會特別去 因為你們會很在意別人說這部電影爛或什麼 相信我10年前的我也是這樣 我那時候還特地寫了一篇說 為什麼大家都不去看 都不看老片 老片這麼的好看 然後你們都每個人都只看新片 然後新明明老片很好看啊 你沒看過電影就是新片什麼的 我那時候在PTT上發這一句啊 發這一篇啊 然後後面有一個人就回我說 其實只能夠怪你自己太愛看電影 別人就沒那麼喜歡 對啊 這事實上是沒錯 對但是我隨著我的年齡增長 我其實在回頭看那一句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自己那一篇文還挺中二的 對為什麼呢 因為 正不喜歡的沒有人能逼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大家要互相尊重 就是每個人有自己的立場 他不喜歡 我一開始就講了 我的地基點是有人看完 根本就沒有看懂 或是沒有看到 真正想要表達的東西 最後反而來批評這件事情是很難的糟糕 沒有 那就隨他去了 因為我以前就是很 也會很其中的事情 但是我後來 會覺得說 他只是還沒有 還沒有誤到 領悟到那件事情 就是他誤性還不夠 我的主任只是負責打大家臉 對對對 反正跟我剛剛 開播前講的事情是一樣的 那個人還沒跌倒 你跟他講他將會跌倒 怎麼樣都聽不進去 有一天跌倒了 然後就知道了 他就是還沒到那狀態 對所以你講再多 他耳朵都是不會聽的 對啊 對這有點像是我爸以前 早上在念我 喔你要怎樣怎樣 然後我後來當我真的發生的時候 我說喔 好啦 對但是我也拉不下臉 還有一個角度就是 有的人他看電影都不想要 知道太多劇情 那你叫他 看電影想去做功課 不是很容易就會被 很多資訊劇透啊 或是 對啊 你早看到一些他本來就不想要先 看到的東西 對 其實我會講這內劇其實是有一個原因的啦 因為我們現在的電影太喜歡 在談論設定這件事情 你了解我意思啊 就是 喔好像誰誰誰是一定是幹嘛幹嘛幹嘛 然後你如果不知道這個 然後這電影就不好看 其實不應該是這樣子 一部電影其實沒有這個東西 他也應該要好看 像你講的那一 你不是 你不是做了很多的疫情的那個 影片嗎 那些東西在可能在電影本身都只是一個暗示 或者可能只是一個卡 一個 小東西這樣子而已 然後你 因為你後來去研究 然後發現他在 就是可能美術設定啊 或者在前提的文本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先去做 他們會去有一些影射 或者他們去研究了 然後把他搬過來 然後當然 了解這件事情 本身是一種樂趣 但是呢 看電影裡面沒有看出來的當下 也不 不代表說 他就是會是一部爛片 因為電影本身他 我覺得重要的是 他張力什麼 有沒有幫你把他拉起來 然後或者有沒有讓你去思考到一件事情 然後他在這 兩個小時或90分鐘當中 有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如果他有做到那他是好 好看 如果你 他反過來 你沒有 你沒有感覺 然後他反過來說 那是因為你沒有做功課 那這是不對的 因為這代表 這部電影其實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他的結構有問題 你應該了解我的意思啊 對 所以我才會想說 我才會寫那個說 我其實不太贊成說 看電影之前 好像一定非要去做什麼功課 然後這部電影才會好看 這件事情 因為就是要排空啊 如果你 你現在就是一個排空狀態 你去看你也覺得好看 這部電影才有 才是 才有到達某種高度 對 這是我的想法 我想問的是說 像有些電影其實你看第一次絕對不會很難覺得好看 但是你看了很多次之後你會覺得他很好看 越來越好 所以反過來 有的電影就是這樣 對 有的電影就是你越看越好看 而且你看很多次還不會膩 對啊 然後隔了很久 一段時間之後 突然你想到 之前 這部片 好像 之前很喜歡 好久沒看了 還想拿 再拿出來看 想當年銀翼殺手就是這種 對 我就要講銀翼殺手 對啊 我就講過很多次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超賭爛 好難看啊 什麼時候要開槍打人 為什麼都在講話 為什麼他們都不開燈 然後 都走來走去 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年紀就是還沒到 你知道我就是年紀要大了 我開始 就是那個我的那個什麼 那個中二的個性降下來以後 然後我開始會想一些事情 我再去看我才有感覺 然後我就說我第一次看的時候16歲 16歲的時候你就是想要看絕地任務 想要看ID4這種片 我當時就是被那種電影拉進電影院的 對啊 那看看 看那個銀翼殺手怎麼會 怎麼會 怎麼會吸引到我 就是沒有辦法 所以 所以銀翼殺手是我 我23歲以後的事情 對就當然啊 有些人好像跟我講說他高中的時候就喜歡 那就代表你悟性起家 你才16歲的時候你就已經到達20幾歲的境界 以我的情況我到20幾歲才開始 什麼三四十歲也 看不懂銀翼殺手 對就是 真的就是要到就是 看每個人悟性是不同 就有點像是武俠小說 因為每個人功力又還沒到那個 當你到了30年功力的內力的時候 你就突然間到達 一切空明的境界之類的 好啦 想當初我看普羅美修也是一樣 看完出來覺得 怎麼 感覺 還好 就是有 因為他就是劇情片啊 我跟你講這就是所謂的預設立場這件事情 你進去 為什麼 我當時看銀翼殺手有問題 因為我預期他自己不動作片 對不對 就進去裡面不是啊 那是黑色電影 你就覺得很痛苦 怎麼什麼時候開始打架 你們 你的心思環境全部都圍繞他什麼時候要打架 啊打了怎麼看起來也沒有很厲害 因為我們 我那個時候就是已經看慣了 東方武俠 香港武俠 就感覺起來他們一定要飛沿走壁什麼的才是厲害啊 那時候看他們那一種1982年那種 我在那個在那個街上被跑來跑去然後開槍然後剪接的那種片 你怎麼會有感覺 所以 那個時候當然就不行了 對可是那個時候我的心性完全沒有定下來去思考就是他的文本的部分 對啊 OK 那我突然想到你會 那麼討厭亞瑟是不是也是因為有預設立場 突然間講到這個 好等一下 這個等一下講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多不偷懶 阿姆羅如果跟黃打黃一定輸掉了 沒有看過逆襲的下 不要跟我說大和王的力